嘿 列位 又见面了 我又是这个失踪人口回归 又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更新视频了 那么今儿呢 今儿呢给大家磨一颗这个 橄榄石 橄榄石 那么首先说它是天然的一种宝石 咱们今天磨的这颗产地是中国吉林 那么在其他国家也都有产出 在缅甸也有 那么我还是比较喜欢咱们中国这种 带有黄色调这种绿色的特征 我还是比较喜欢的一种宝石 那么今天咱们磨一颗这个标准圆钻型 也就是俗称的八心八剑这个种形 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抛光台面 抛光用到的这个抛光盘的材质 这是鱼合基因盘 然后它的上面涂抹的这个抛光粉 抛光粉是钻石粉 对就是特别细的特别细特别细的钻石粉 就可以把这些宝石抛光了 现在用到的这个工具叫八角手 它可以起一个分度的作用 用上面的那些分度可以磨出各个小面 那么现在要磨的是八个主壳面 好 现在已经磨好了四个主壳面 那么要接着磨剩下的四个 好 八个主壳面已经磨好了 那么剩下的步骤 剩下的步骤应该是磨星小面 磨完星小面磨16个上腰小面 但是我把这些步骤省略了 因为太难 太麻烦了 因为阿普说是这个单手操作 单手拍实在是有点麻烦 所以省略了一些步骤 是把这个主要的步骤给大家分享 好 现在其实这个宝石已经反沾了 就是刚才磨的那个台面 已经反过来沾到这个脚上了 现在要磨的是底尖 也就是说是亭布 要把这个亭布磨成尖的 好 现在就是全部都磨好了 每个面都磨好了 现在开始接受了浩光亭布 好 到这个步骤已经就全部完成了 下面就是要用这个酒精灯 来把这个胶来给它烧化 当然烧化了以后 肯定还是有一些这个残留的胶 会在这个宝石上面 那么清理它的话就是用酒精 因为大部分的这个胶都可以溶于酒精 那么这个也不知道是不是溶于酒精 反正就是酒精可以让它融化 就是让这个胶变融化 然后把这个石头就泡在酒精里 它上面残留的这些个胶 就可以把它泡下来 那这里要泡上两三分钟左右 然后这个保湿就完全部完成 现在这一颗宝石就全部完成了 由于这里的这个光线不是特别好看的 有一点暗 它当以后把它镶嵌好的时候 它这个光线活彩还是比较闪的 好了 那么这期就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祝大家生活愉快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